今天我要說明的是 5.03非官方的主題 我是小熊 那這個網站裡面呢 有很多就是關於非官方的主題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目前這是5.50巨煙用的 那我現在是要用5.03的 要去哪裡找呢 這邊有一個 PSP的版本 點去 那 Change Firework 好 你要選擇5.00這一個 選好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下載 不過這邊下載不大方便 因為 它沒有辦法預覽 要點它才可以 那我們在網址的部分 把後面這一段刪掉 按Enter 好 那我把它全畫面 在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要的主題 那先點標題列 OK OK 那當我移到這個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右邊會出現這個預覽喔 這樣子 要就是下載會比較方便 那我就隨便找幾個 好 覺得不錯的下載 像這個 好 當我們下載好了之後呢 會圈在這邊 那因為這個是5.00用的 那我們要轉換成5.03用的 我有提供這個程式 好 點擊兩下 直接安裝 它會多出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把剛剛下載這個的主題呢 丟進去這個資料夾裡面 點進去 好 那這邊有一個程式檔 直接執行它 好 已經完成了 按任意見離開 OK 那現在目前這個就是我們5.03可以用的 好 那我有提供另外一個的就是 PSP上面用的 非官方主題 撒瓜包 一樣點兩下執行 安裝 那它多出的資料夾呢 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和這一個 好 那我們就把它丟到 記憶卡中 好 是 取代 疊好之後呢 剛剛轉換好的那個 主題 一樣右鍵 複製 到我們 PSP裡面 有一個 THEME 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夾的話 就自己新創一個 右鍵貼上 OK 那這樣子就裝好了 那我們把畫面 轉到我們的 5.03Promeshire-2的 那我剛剛的那個 CTF插件已經都裝好了 5.03專用的齁 那 我跳出去看一下我們的主題 你會發現 欸 怎麼會沒有變化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像我們第一次裝的時候 它還沒有掛載到那個插件 所以我們必須要進行個遊戲再跳出來 或者是 再重新按一下這個Promeshire 它才會就是去做一個 就是 掛載進去 或者你要重新再刷一次機也OK OK 好 這個時候它就已經有掛載好了 有沒有 多出一個這個 按一支點進去 然後按 試用 試用 這樣就裝好了 所以5.03其實跟5.50差不多 只是它們兩個用的插件可能不一樣 好 所以現在就要選擇不一樣的插件 而且我覺得 CTF 怎麼看都會比官方的好看 好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